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们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这期节目的话 有一个事件引着沸沸扬扬 就是关于国内的这个叫微信和海外版的这个叫微chance 也叫海外版的微信 然后老师叫以后的话 以后的话的话叫它微chance 然后出现了一个分家的事件 这个分家的事件的话 对很多人会有所影响 然后最近也看到了各大新闻媒体在报道 也有更多人的担心 说未来在国外的话 会不会要通过翻墙 才能够和国内的一介亲人 这样的微信进行联系的 会不会国内的这个微信和海外版的这个微chance 然后变成一个像抖音和tiktok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东西呢 那么这期节目的话 老师将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 首先这个事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然后的话它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 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未来它有不有可能会发展成为那个样子 科学博士这期频道将和大家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解读 也希望大家一定可以看到最后 最近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就是很多人这个微信啊 它跳出了一个绑定更新的提示 那这个绑定更新的提示呢 它就什么呢 它就告诉你 如果你绑定到微信的话 是国外的手机号码 比如说美国的呀 什么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手机号码 那么微信的话 它就会询问你 目前的话 你是不是在使用啊 这些海外的号码 并且要求你的微信啊 或者是WeChat 的归属地 要和手机号码要保持一致 什么意思 如果你使用的是国内版的微信 对吧 比如说有微信钱包的这个 对吧 那么的话 你必须要绑定 就是86 就是中国的这个手机号 对不对 如果你使用的是美国的 对不对 那么的话 或者是欧洲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叫WeChat 那你这个微信里面 可能是没有那个微信钱包的 或者说有一些功能没有 啊 之类的 那么你就必须要绑定美国 或者欧洲的那个手机号码 就当地的那个手机号码才行 哎 就是说微信要和中国大陆保持一致 WeChat要和海外的号码保持一致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消息通了之后 同时这几天也出现了很多的bug 什么bug呢 比如说微信的bug就增多了 很多人就是说 发出去的这个消息 比如说你中国的这些个小伙伴都能看到 但是呢 国外的那些人 然后他突然就看不到了 对吧 或者国内和国外的人在进行聊天的时候 突然就收不到发出来的一些消息了 对吧 就是你可能发过去 国外的发到国内你看不到了 国内的发到国外 你看不到了 各种各样的消息的话 他就出现了那个不翼而飞 有可能等很久 等个半天 有可能也收不到 对吧 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有些人说 这个凌晨在半夜 半夜的时候 十一点到早上这个五点的时候 就是晚上的这段期间 是收不到信息的 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就长达六个小时 你都收不到信息 那么就有点像影响中断了嘛 就国内和国外有点中断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就在纷纷的这个担心 但是老师这期的节目的话 那将就会和大家 就这个问题进行非常非常的一个 科学和全面的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什么 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 国内的微信和国外的微乡者 他们是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情况虽然也是互通的 就是在发信息朋友圈方面是互通的 但其实他们并不并不完全一样 就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数据 就是国内的这些数据的话 它是存在中国大陆的 就叫深圳 就叫微信的这个腾讯的这个数据 就国内微信 但是海外的微chunt 它是数据库存在新加坡 或者河南的阿姆斯德丹 就欧洲河南的阿姆斯德丹 那么这两个数据库的保存 它是不一样的 这次事件其实它是什么 其实是微信它要分加 要把两个要区分开来 它要变成一个数据要分离 分开要存储 所以出现了一个数据迁移 就之前没有做到 数据有那么分开嘛 然后最近它要做一个分开 就是国内的微信呢 使用这个软件的 就把它全部存在了深圳 你要使用这个海外版的这个 微chunt 就所有的数据都要存在 在新加坡和河南或者阿姆斯德丹 不能存在中国大陆 就是出现这个数据迁移 那这个数据迁移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数据就出现了bug 比如说数据迁移的数据流动的时候 就通信就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出现了一些bug 它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再讲我们和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微信和微chunt 然后它出现这个分家的原因之前的话 那么我们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就来了解一下 就国内的微信和海外的微chunt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估计有很多的同学们 其实也对他们的区别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那我们老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对吧 其实区别最重要的就是几条 第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个微信 它有非常严格的审查 和敏感词的这个顾虑机制 就比如说你在微信里面 输入某些领导人的名字 或者某些人的这个谐音 或者什么这个89年 某些重大的这个历史事件 或者说是某些敏感词 对吧 某些关键点的时候 他就审查 对方看不到 甚至还会触发警报 给你封号掉 包括朋友圈也是 你很多照片你可能发出来 就就你可能看到 人家看不到 对吧 包括这个微信公众号 国内的这个也是很多的 你一会儿审查 你发不出去 有些发出去被删掉 这个是国内的微信 它审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但是在海外的微chunt 它没有这个敏感词的过滤系统 就你在里面想发个啥 想骂个啥 想谈什么政治也好 历史也好 社会各种方面也好 就是你在海外的微chunt 系统里面是可以 比较流通比较自由的 也不存在把你的号给分掉 或者说是把你的过滤掉 这个是没有的 但在互通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海外的发一些词到国内 国内的不一定收到 国内的发到海外的话 你可能能收到 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 所以相当于海外的微chunt 从微信的敏感词和公众号的话 有更小的审查 但朋友圈的权限也可以更大 但是海外的微chunt 国外的东西 它有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微信钱包 就可能就国外的国家 也没有批准微信去其他地方去营业吧 所以没有钱包 它也没有什么的微信的商店 什么卡券 这个是涉及到金钱金融内的服务 可能也没有 有可能是国外的这些个国家 就是欧美的国家 并没有批准腾讯 然后去那边做金融服务吧 也没有商店 当然也没有什么卡券 这样的涉及到金融的东西 但它有一个功能 其实也没有特别重要 就叫watch out 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像海外打电话的这样一个服务吧 比较便宜的打电话的服务 可能也不是什么重点 对吧 这可能就是它的一些区别 但它共同点就是海外的账户 和国内的这些账户 还是可以私聊的 包括海外的也可以加入 中国的一些什么群组啊 微信公众号是可以的 对吧 就海外的watch out 你可以关注中国的这些公众号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这些个微信 是没有办法关注海外的账户的 这个就有点意思啊 就相当于 从自由程度来说的话 海外版还是要更高的 除了这个微信钱包啊 这类的服务之外 就从言论自由或者这个文字域啊 就是言论管控啊等各方面来看的话 那么海外的VChance的自由度要高很多的 它是这个 那么这一次事件有可能会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影响对某些人还是有的 就是如果你的微信的话 之前绑定的是海外的手机号 你才会收到这样的提醒 如果你之前的话 你的微信 对吧 你人在海外 但是你用的还是国内的那个 国内的大陆号码 其实就不受影响 但是这样意味着 你在国外 你必须要有一个大陆的手机号 就是你人虽然在国外 无论是留学还是工作 你一直要弄一个中国的手机号 而且一直要养着它 一个月要花个几十块钱 现在国内的最低套餐 可能也得个30到50 对不对 我之前用的那个是58元套餐 那就差不多 你得花个将近50块钱去每个月 去养一个国内的号 那这个国内的号啊 其实也没啥用 打电话不能打 然后用流量不能 流量就来养一个微信号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得到 对啊 肯定没有办法做得到的问题 所以这个随会去干这样的事情 不会吧 对吧 就为了用一下这个微信 所以国内的那个微信 为了为了用那个微信钱包 所以我每一个月要花50多块钱吗 肯定不会的 所以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影响还是会很大的 就很多海外的一些人的话 可能不得不 就是把国内的微信 现在要换成微chance 就这样的东西 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微信 微信钱 微信转账啊 其他的一些服务的吧 然后之类的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 游戏的功能 还有人脸识别的这些功能 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那个限制里面明显添加了 因为人脸识别 现在在欧美国家是属于非常敏感的资料 虽然在中国现在处处随便都可以随便给你搞 但是隐私保护在欧美还是很注重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使用能脸识别 那没有办法使用能脸识别 又会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的健康码不能用 是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健康码都是需要能脸识别的 就是未来你国外的这些个人的话 可能手机里面就没有健康 健康宝 或者叫健康码的这种东西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有问题 你比如说 你现在疫情期间 你如果要去到中博 你飞到国内 那么你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没有健康码 没有健康码的话 你可能出行就不行 你去超市人家要你少 你就少不了 所以他也会 但那你回不去 就站着回不去这样一个问题 在疫情期间 就是现在国内必须要有健康码的 你现在去超市买东西 去哪个地方吃饭 你没有健康不行 这意味着国外的人 可能没有办法到国内去 就这样一个问题 或者你到国内 你自己要重新办一个 新的手机号 然后要新注册一个国内的微信 然后把原来微信放掉 这个又很麻烦 这个原因吧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微信转账和微信钱包 没用了 其实这个可能影响没有很大 可能大家不一定要用 大家很会很频繁的使用微信钱包吗 我平时也用的少 用的很少 对啊 你现在 嗯 银行转账或者支付宝什么的 都还可以 微信钱包 我其实还用的 用的不多 其实震撼很少 对 银行转账现在也是能达到秒 秒到的 所以还是可以 所以这个应该不会是一个 巨大的问题 现在疫情期间可能 健康马可能会是影响一个 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 来回穿梭的话 来去的话 是一个问题 嗯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 分家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很感兴趣 它也是我们这个科学博士平台 我们必须要做的 我们既然做科学 我们不是说给大家讲一个新闻频道 我们频道不是新闻频道 不是跟你说这个事的存在 告诉你为什么 我们要多一点 就要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分家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第一个的话 它的原因是法律法规和隐私保护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在国内和国外 现在冲突是很严重的一个点 告诉大家冲突非常之严重 就是法律法规的冲突 特别是对于自由 还有对于隐私言论的这个冲突 言论自由和隐私保护 现在这个冲突异常之严重和激烈 像国内的话 你这个就没有太多隐私可言 对吧 我说的这个是正话 我在国内的话 微信可以随时收集你的各种信息 包括你的动态 IP 各种方面都能修 而且这个东西 无常提供给政府和甚至贩卖给各种各样的公司机构 用来给你精准的投放你的广告 这种东西 而且这是隐私保护 没有什么隐私保护可言的 你都是裸奔 然后对言论的审查也是一样的 那是非常之猖狂的 动不动就 触发了给你分几个月号 甚至饮酒封禁 文章发不出去 消息拦截 朋友圈发出去 人家看不到 这样的太鼻鼻结实了 对吧 这个是言论审查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 但是这样的东西 你放在欧美国家的话 现在国外他们的那套法律和文化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冲突是非常之严重的 你这种东西如果搬到国外去一定会吃官司的 一定会吃官司的 所以你微信要想在海外运营 你要想持续的运营的话 你必须要符合海外互联网的规定 就是你不能有这种言论审查的东西 还是动不动封号 动不动分审查人家文章 这种东西 去屏蔽人家消息 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做的 对吧 你做你有可能会触发这个风险 我只是不能肆无忌惮地做 但是你当你符合人家法律法规 比如说对方搞什么恐怖主义活动 这么这么言论之类的 或者儿童社情 这种的你可以做 但是肯定不能像国内那么干了 那你肯定会触犯这个法律风险 你作为一个中国公司的软件 你想要在欧美国家运行的话 那么你必须是不能违反当地法律的 你可能会面临着一个被起诉 甚至有可能被封禁的一个风险 所以腾讯公司它未来的话 它要面临着这个风险的话 它必然要出现一个分家的一个情况 就是国内的微信和国外的微呛者 现在要给它分开 完全不一样的 就不然让这波人的人群有 有太多这个混杂到一起 这个问题的出现 它要做得更加的分开一点 所以这样也是为了 它自己从它的经济和商业的角度考虑 就不要像美国那种 之前在美国就差点被封了知道吗 就是差点被封了 如果它再不优化的话 再这样下去 有可能会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所以这也是它现在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数据 就是公民的数据的问题 大家知道腾讯作为一个公司的话 它是数据都是直接可以给中国政府的 再加上现在其实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因为数据安全的问题 就是中国也在搞数据安全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在搞数据安全 就是其实这也比较正常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有保护自己国家公民数据的一些安全的一个权利 就是我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民的信息数据 生物这种信息数据进行复仇论 对吧 你是这么说的 所以海外WeChun的这些数据的话 它就不能够继续放在深圳 所以它就必须要 如果是外国公民或者是华人这种的 它的这些数据的话 就是要搬到新加坡 或者说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这些地方就去保存 不然随便就能被 就是直接放在深圳这个地方 它也是处于国外的这些国家或者政府 对于他们本国的公民或者本国的居民 它的这些数据安全做的一个 或者在他们国家运行的一个公司 它的一些数据安全做的一个规划 这也是他们的法律 比如中国现在也在搞 所以这个东西它不同国家在保护的过程中 势必会导致它你分家 那你就国内的这一部分你从深圳吧 国外的你就存在 国外的这些人的话 你就存在新加坡或者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去 所以它就要进行这样一个分家 把它明确看起来 所以你的国内的微信 你就只能绑定86的中国的手机号 那么国外的这个的话WeChun 那么你就别绑定国内的手机号 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在和国际形势也是在息息相关的 就是中国和国外的这些个国际形势的一个恶化吧 另外就是关系在变差 另外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这个信任啊 也是在逐渐的上市 所以中国对欧美国家的信任 其实也或者是一直就没信任过 或者也是在主战上市 这个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那个贸易战啊 包括现在这个贸易战贸易冲突之中 就是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对吧 第三个的话就是要更明 就是金融和经济的往来方面 我们金融贸易方面的这些权限这些规定 要避免触碰法触碰这个法律 要做得很东西的 就是说你腾讯中国的这些金融企业 你要在欧美国家要服务的话 你根据法律来说你要去审核的 你要去审批的 对不对 你不能随便跑到其他国家去开金融服务 开银行之类的不行 你中国银行你要在欧美国家 欧洲和美国设一个点的话 你就需要获得批准的 你才可以 被按的才可以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 那么你现在微信里面 你又搞了一个微信钱包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服务 你可以把钱存进去 你还可以转账转来转去收付款 货物付款这种的 那你就牵扯到一个灰色地带 对吧 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触犯法律的问题 你可能涉及到投税落税 或者是外汇转移 监管问题 金融的监管问题 货币交换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弹性并没有被批准到海外去 对吧 没有批准在其他国家营业 对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而且特别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对吧 并且是国家关系越来越复杂 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那你这个东西就慢慢会突然出来了 所以他把它分开之后 就是你在海外的人你可以用微信去进行聊天 就好比你用什么WhatsApp Telegram Twitter 就是反正聊天的这种东西 你可以干 它是金融这一块你不能做了 所以在海外的WeChat的话 它是没有微信钱包的 它都没有钱包 可以搞金融的东西 卡券商家这种东西是没有的 这个也是法律监管名气 它规避这个风险的第三个原因 所以以上的话就是科学博士老师和大家分析一个 分析的 就是我们科学的一个分析出来的三点原因 就是分家的一个原因 其实大家应该有听明白吧 是什么意思吧 对吧 那么国内的微信的话和海外的WeChat 会不会像抖音和TikTok那样 变成两个独立的软件 就是以后国外的人需要去翻墙 才能去用微信这个软件 我觉得这次至少是不会的 或者说是未来的话 短期来看应该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对 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担心或者这个影响 这个问题吧 反正我通过分析是不会的 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科学和根据的这种东西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过于阴谋啊论啊 或者说是沟通的去遐想就没有意义了 这也不是我们科学博士平台的一个原则吧 我们还是想基于这个事实或者说是科学这种根据 然后我们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好吧 嗯 不过我后面说一句 就不一定要用微信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完全要接触于微信的 对不对 其实 现在在中国用的很好的一个软件 就是telegram嘛 就是电报 对 我们频道也有那个免费的代理 电报的代理那个 代理 而且还挺稳定的 基本上半年不会断嘛 就是其实用telegram也可以很好啊 而且电报的稳定性现在也很好 半年一年 基本上切换也是代理 就挺好的 稳定性也很好 而且从功能的强大和舒适性 各方面来看 微信现在远远不如电报吧 你比如说电报的群最大有20万人 对吧 而且现在电报还 电报的这个群还可以开这个视频语音的会议 还可以分享这个PPT 开学术会议完全可以啊 所以对学术圈来说 你想开一个什么学术会议 用电报完全很好啊 对啊 而且很流畅很快啊 而且没有什么言论侦查的东西 而且不好 对 所以不知道比微信要强多少呗 所以更多的 那你为什么不 你如果担心微信这个事的话 为什么不用电报去进行交易 其实是一样的问题 也不需要翻墙 你有了代理之后 所以也没有必要过于去担心吧 反正渠道很多 解析完之后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还是交流要多元化 你不然就是 吊死在一根绳子上 对不对 所以你有多种渠道 比如说你要用微信 要用Telegram 拿两个渠道一起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过于担心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 国内的人和国外的人都能用电报去进行沟通 然后同时也可以用微信去进行沟通 其实都挺好 对啊 OK 所以的话 这期节目的话 老师就讲到这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订阅 关注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吧 在我们的频道 对 无所不谈的科学问题 好吧 无所不谈的科学分析问题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订阅 关注一下 嗯 帮忙你一起点个赞 当然是更好的 好吧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希望我们下期精彩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